怀孕后,原本很多窈窕的淑女,即使在产后也成为风乳肥腾的妇女,差别很大,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,其次就是在怀孕期间,想吃的不可以吃,就要忍着,很煎熬,很多人会想着在孕后来补偿自己,多吃一点好吃的,但是看着产后的自己,那么大的肚子,大粗腿,想吃也要忍着了。 这其实对于孕妈来说是一种煎熬,但是相对于这件事来说,还有三件事对于宝妈来说更加煎熬,可也不得不忍,一,想要好好的睡一觉,在有孩子之前,睡觉很香,几乎是整夜也不会醒,还会睡到早上很晚才行,睡眠质量很好,但是等到怀孕后,想要好好的睡一觉,睡到自然醒,几乎就是不可能。 孩子经常好睡一觉,孩子经常好睡在夜里醒来好几次,年未来还要捧孩子睡觉,二,轻轻松松的出门,在孕期时,出门要有人陪着,对于一些人很多很挤的地方更不能去。 即使是去楼下的小超市,在出门前也要被千叮咛万嘱咐,等到生了孩子之后,出个门,要带很多的东西,几乎全部是孩子的,各种纸尿裤,吃巾,手帕等等。 而且可能在使用的时候,还会发现竟然还没有拿全,心很累。 三,满足自己的嘴巴。 怀孕后饮食上会有很多的经济,为了孩子,孕妈会忍着等到生完孩子之后再吃,可是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,你会发现也并不是随心所欲。 而且还有很多需要进口的东西,在步入期间,产妇又忍受的还有很多,也是很煎熬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